字幕提供 你看我們現在鏡頭帶到這個師傅你看 他在某的過程裡面 他把膠道上去 他每一個細節那個轉角 那個縫就編最重要 所以你看這個我們現在鏡頭帶 這個是老師傅了 老公在做的就是他的態度 我們其實只要看他的工作態度 就知道他的技術到哪裡了 那當然也有年輕的師傅請丁經 人家說岩師粗高圖 只要你在每一個過程裡面 注意每一個細節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夠在各行各業 變成他的優秀的人才 佼佼者 所以你看他現在在排的時候 他在弄這個地板的時候 他把每一個排得整整齊齊的 排得整整齊齊的 然後你看我們膠帶倒下去 倒下去的時候 一疊跪了一尊 我們仔細看他這個 他在跪的時候 他這個有劈啊 我們這個龜刀 那個龜刀用很多 也有在劈土用的 所以他倒下去 你看我們的鏡頭帶到這個地方 他每一個地方都有均勻的塗抹到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四周這樣子 我們鏡頭帶到這個地方 像如果貼石磚的話 他的費用很高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地磚呢 從今以後 牆壁不需要再粉刷了 那一樣我們的地面 當然在成本的考量 我們也是採用這樣子的地磚 那我們要有層次的 讓他感覺到有一個立體感 那做出他的高貴不貴 讓他的價格 讓業主都能夠接受 所以我們這個工地 我們會採用這樣子 那當然有我們的用意 當然在過程裡面 我們會跟業主 充分的討論 溝通 他的預算 經費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完全會考量 那我們會提出我們的專業 給他建議 那最後還是由業主來決定 我們希望每一個工程 做完了以後 都能夠帶給每一個新的房客 不一樣的感受 住在這邊都有一種舒服家的感覺 讓我們每一個業主 很滿意的 我們接受我們所有的成果 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成就 每一個工地 都是我們代表我們的作品 每一個房客的滿意 都是我們要注意的細節 最後房客與房東 以及我們設計師都能夠滿意 這是我們始終追求的目標 今天我們介紹在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請跟我們的服務專線 或我們公司聯絡 我們都會給您一個滿意的答覆 謝謝 我們現在介紹的就是 地磚的部分 我們的牆面呢 現在我們洗壓給好了呢 我們的師傅現在在加工 我們加的是膠 膠在牆面上面 當然他這個很費工 這個師傅一天貼沒有幾瓶 為什麼沒有採用油漆的呢 不管是水泥漆油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考慮到 他未來管理維修的費用 像我們現在這個師傅 他現在在牆壁上面 全部都先塗了一層 然後在我們的板料的部分 再給他 還有改革 那這個師傅 他每一塊都要塗膜均勻 他貼上去以後 才會黏貼 那很多師傅呢 在這個腳 其實一個師傅呢 好壞 我們看他這個貼上去以後 他這個四個腳 四個腳到底有沒有 他如果說沒有充分抹平的話 他就會翹起來 還有牆面 他抹的平不平 那當然水泥工 他在之前在施工的過程裡面 他的牆面的底 他有沒有做好 所以這個牽扯到每一個 都是要分工合作 那所以說我們當 當我們在很多的現場的時候 看師傅貼完 這一批 雖然我們不認識他 但是我們看他的工 就知道他的水準到哪裡了 每一個師傅 可是很多他都自稱是師傅 但他自己的水準 我們都到那邊 我們也常常看到廁所也是一樣 他那個縫都沒有對好 拿大小縫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就代表你的作品 那你看我們現在現場的鏡頭 帶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我們的師傅 你看大家都會注意到 這棒 這棒的部分 我們相信我們是經得起 考驗的一個團隊 所以有些東西是 價格的問題 當然大家都會考慮 但是一分錢一分貨 那越便宜 最沒辦法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找到好的施工廠商 我們介紹這個施工法呢 就是為了將來 房東 你看我們現在接上這個以後 他這一輩子不需要再擦油漆了 你如果做好的話 當然這一輩子就不用 那當然我們可以採用油漆 可是你每一年 這個房客搬手的時候 你就要花了一筆油漆的費用 所以把油漆的費用 一次把它花在這個地方呢 我相信你長長久久 都不會有浪費金錢 和保養的問題